最近一人捲入了麻煩裡面 這一位是陳琳九 捲入了詐騙案 怎麼回事呢 這是JPEX的詐騙案 陳琳九現在由證人變成了被告 為何呢 首先這些什麼公司 在港臺有高知名度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JPEX 但是現在出狀況 因為他們被香港的證監會點名 未獲牌照 現在有超過兩千人報案 所以逮了很多的網紅 包含了像是先前有幫JPEX 這間公司代言的人 通通都捲進去 犯罪的金額估計超過六十億臺幣 那到底怎麼回事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違反規定之後 包含了陳琳九在內 港臺很多的藝人捲入這場風暴 港新非常有名的港新張志玲 九月二十一號就協助調查 那麼現在呢因為主要是因為有受害人對陳琳九提告 所以陳琳九呢 他現在從證人改列為被告 就是在陳琳九的部分 也有人提告他 那麼現在整起案子 在臺灣的部分 臺北地檢署昨天呢 就這個JPEX這間公司 在臺灣的業務 繽紛久路去搜索 那同時也約談了 他JPEX臺灣區的首席合夥人張東穎 以及JPEX臺灣區的蔣施施魚 那麼現在呢 訊後是依照了社犯銀行法 洗錢等罪嫌 將這兩個人深壓禁件 那臺北地院今天會召開集壓庭 那麼現在呢 深壓禁件 那今天的積壓庭呢 等一下可能會有最新消息 我們會隨時為大家插播 只是這起案件啊 現在非同小可 因為牽涉的金額非常的高 加密貨幣平台 現在網路上很夯 JPEX這間公司做得很大 他涉嫌吸金詐騙高達五十三億元 在港台都有很多投資人受害 所以北檢現在也接入調查了 剛剛說到了 深壓了臺灣區的首席合夥人 還有業務的總監 那麼代言人當然也出事 就是我剛說到的陳琳九 他原本是以證人的身份道案 現在因為有人告他 所以他證人轉列被告 一聲輕便步入北檢 面對提問只字未提 知名虛擬貨幣交易平台 JPEX涉嫌吸金詐騙高達五十三億元 臺灣首席合夥人張東穎 八號晚間遭約談 更引起外界關注 還有藝人陳琳九 身為平台代言人 如今也捲入詐騙風波 兩個禮拜前就去調查局 還有地檢署去配合 用證人的身份去配合說明這整個事件 陳琳九日前表示 當時談妥千萬代言費 對方沒有如期支付 早在七月就終止合作 自己當時也投入約15%資產投資 先前台北地檢署傳喚作證 認定陳琳九也是被害人 然而有臺灣投資者 應相信他的代言 最後寫本無歸 具狀對陳琳九提告詐欺 如今身份轉列為被告 香港JPEX虛擬交易平台 近年花大錢 在港台兩地找藝人網紅代言 結果來台矽金不到三個月就被檢舉 根本沒任何虛擬貨幣交易执照登記 北檢8號兵分九路展開搜索 並約談在台首席合夥人張東穎 集團分公司業務總监施宇 與流信業務人員等私人盜案 其中首席合夥人與業務總监 涉嫌銀行法及洗錢防治法 最嫌重大遭擠壓禁件 流信業務則獲5萬元交保 接下來再做不管是大爺或投資 我會去更謹慎 然後去好好想清楚這些事情 日前坦言受到名譽和經濟上損傷 陳琳九近來工作滿檔 舉辦演唱會前夕 專列被告 經紀人出面表示 工作照常舉行 持續配合檢警調查 一人卷炸風波 恐怕沒這麼快平息 接著葉維林芳雅橋台北報導 請 Hii bit Guru 沒 Hk os